1972年张玉凤得知自己意外怀孕后 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他本想留下孩子 但考虑到要照顾毛主席的生活 最终还是决定打掉 那么当毛主席得知消息后 又做何反应呢 其实张玉凤对于这个意外来的二胎也很纠结 一面是自己为了工作无暇顾忌的家庭 另一面是毛主席日渐虚弱的身体 家里人为了支持张玉凤工作 家务事上从来不用他操心 所以他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婆婆和丈夫 可以想到如今国内外形势严峻 毛主席每天拖着病体工作到深夜 他又有些放心不下主席 权衡利弊之下 他决定舍小家雇大家 只要自己能照顾好毛主席就好了 但当毛主席意外得知张玉凤现在的问题后 却立马表示了反对 毛主席高兴的问道 你这是怀的二胎吧 挺好挺好的 你要是身体不舒服 千万别硬扛 赶紧回家休息 你不用担心我 那么张玉凤最终的选择如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张玉凤自从确定自己怀上二胎后 每天都很纠结 最后还是毛主席的安慰和劝说 才让他下定决心生下孩子 那对于张玉凤而言 毛主席不仅是主席 更像是自己的父亲 所以他即便是决定生下孩子 但也没有放下工作 而是在自己预产期的前两天 才决定回家休息 几天后张玉凤平安产女 毛主席得知后十分高兴 立马派人送去了一筐张玉凤爱吃的桃子 张玉凤看到后十分感动 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毛主席 竟然还记得自己喜欢的食物 还惦记着自己的身体 不过当月子做完 张玉凤又陷入了新的纠结当中 他看着软软的女儿时 心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愧疚 自己一直以来忙于工作 忽视了对家庭和孩子的关爱 经过几天考虑张玉凤决定辞去中南海工作 专心投入家庭 那么在张玉凤打定主意后 他真的离开了中南海吗 毛主席得知他的想法后又有何反应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毛主席得知张玉凤有了辞职的想法后 立马表示自己理解他现在的难处 但还是派人去看望了张玉凤 看到工作人员来慰问自己 张玉凤的心中更不是滋味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心为国为民 每天忍受病痛的折磨熬夜工作 自己却因为小事而提出离职 实在是求愧 于是他立马改变主意 没过多久就回到中南海照顾毛主席了 而等到张玉凤回来之后 不少工作人员也发现 毛主席的心情一下就变好了很多 就这样张玉凤一直都在担任 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 直至主席他老人家病逝 其实张玉凤当时是有机会继续留在中南海的 但他谢绝了组织好意 一方面是在故地工作会想念毛主席 另一方面他也不想利用毛主席搞特殊 不久后他主动申请回到原单位铁路部工作 成为李明普通干部 退休后的张玉凤开始整理毛主席的藏书 并且还会到全国各地的毛主席纪念馆追议毛主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